七嫂嫂,你这是怎么了?听母妃说你受伤了,母妃今儿有事来不了,我就赶紧出宫来瞧你了 怎么会受伤呢?伤得重不重啊?阿姨怎么说? 瞧着这模样,也不像是刁蛮公主啊 我没事 这位是? 妃妃,你应该还不认识这位吧?这位是北郡三公主百里清清,前来给父皇贺寿的 哦,是了,还有三日便是万寿节了,本公主进来有些忙,倒是不知北郡三公主来了 不过北郡三公主既然是代表北郡来给父皇贺寿的,那么不应该在驿馆吗?为何会出现在冥王府? 哦,呀,好大一盆茶,三公主胃口这么大吗?能一口气喝光吗? 你们北郡人果然厉害 这不是盆,这是碗,你们北郡人果然好爽,喝茶都有碗 不像我们南郡人就比较斯文了,喝茶都是用茶杯的 本公主不想喝茶 那你放着这一大盆茶做什么,照脸啊 听闻北郡三公主看上了我七哥哥,跟我七嫂嫂抢男人 所以放着这一盆茶,是想照照三公主这一张脸,有多大,有多厚,有多无耻吗? 怎么南郡人都这么会怼人吗? 九公主,这就是你们南郡的待客之道吗? 你除了这句话,还会说别的吗?你连我们家元宝宝贝都欺负,他只是个四岁的孩子呀 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到底是我欺负他还是他欺负我啊?四岁的孩子而已,谁还不是个孩子呀,本公主也 你也才是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北郡人都这么厚颜无耻呀 二十几岁还自称孩子,巨婴,还是傻子呀? 九姑姑,这个百里晶晶,刚还骂我呢 谁骂你了?怼我可以,不能给我泼脏水呀 好你个百里晶晶,本公主是给你几分脸面才唱你一声公主,叫你一声贵客 谁还不是个公主了?你试图跟我嫂嫂抢男人 本公主没有直接将你赶出京城就是好的了 你竟还敢欺负本公主的侄儿,你是不是逃打来着? 你们南郡公主都是这么凶狠蛮横吗? 凶狠蛮横?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本公主今儿不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凶狠蛮横 对不起你给的这个苗儿 三公主今后可要长记性了 不是谁的男人都能轻易被你抢走 敢打我七哥哥的主意 莫菲菲,本公主可是你们南郡的客人 我们南郡才没有这么厚颜无耻的客人呢 我现在应该叫做凶狠蛮横 他就感决一下 你对白天 过来的